台南一名男子开着租来的车 疑似开车不专心 车子一路向右偏移 最后擦撞到停放在路旁的车辆 导致整辆车四轮朝天 反倒在路中央 一度还造成了交通的堵塞 还好男子只有轻伤并没有大碍 驾驶开着车行驶在路上 只见车子车速并不快 只是不知为何车身却越来越偏离车道 最后撞上停在路边的休旅车 车子当场翻覆路边 黑色轿车整辆四轮朝天 翻覆在路中间 车壳零件试散 车窗玻璃也睡满地 遭撞休旅车 车壳也整个凹陷下去 正直车多时段 一度造成交通大打劫 警方也到场指挥交通 脱掉车随后也将造势车辆脱离现场 事发在13号下午4点多台南永康区 当时林姓男子开着租来的小客车 行驶在中正南路上 疑似开车不专心 没注意车前状况 导致车子一路向右偏移 最后插状上停放路边的休旅车 连人带车翻倒在路中 索性身上只受到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临染于行驶时向右偏移 两照发生碰撞而造势 双方经检测九側值均未超过标准 双方九側值为零 详细造势原因还有待厘清 只是男子一时初心 不仅撞坏别人的车子 也撞坏租来的车 不只要吞罚单还得负担赔偿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